想找甚麼人做 他有些構思從哪裡來 剛好在那段時間 我有機會認識到 知道多點了解MIRROR的所有東西 我一見到姜濤 那時候真的覺得 這個真的是那個人 一定要跟我們合作 最好就算他做哪個角色 我都覺得一定要有他在 新入行偶像的這個角色 我去想的時候 的確我不多不少 真的投射姜濤 但另一個有誰跟姜濤 一起做會好看 這個真的不簡單 姜濤是一個害羞仔 他害羞的程度比阿Jer 我要主動一點 但他由第一天開工 應該是拍茶餐廳 我發覺他有轉變 他是聰明仔 他很快就知道自己想要甚麼 他穿了茶餐廳的衣服 他的人都不同了 他好像突然間… 沒有偶像的包袱 他放鬆了 又進入角色 說話又好像大聲了 是的 有一個好處就是阿Jer和阿姜 他們兩個其實是認識的 因為剛才說阿姜是一個相對慢熱的人 對著一個比較熟悉的伙伴 他們的兄弟會比較容易有溫度去做事 他們兩個經常小聲說大聲笑 他們兩個很好 經常加加加加笑 又抱著 又親吻 又打 甚麼都有 姜濤經常問我 你親吻我還是親吻他多一點 整天問我這個問題 我記得有一次最尷尬是 誰是第一名的 誰是第一名的 我問他很難的 怎麼說的 最初阿Jer一問完 他就這樣 媽媽 你答誰 我看到Jer見到我難做 他就走開 起來離開 媽媽 你放心點說 阿姜 因為他白艷 我們這些媽媽很喜歡 你想想 欠你在心目中的地位 Jer這個兒子真的挖開心 告訴你他裡面的東西 一定有很多情 跟他有很多感情的溝通 那怎麼選擇呢 真的選不到